我就是跟你说的事 就是我把你送走以后 有教练给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他就说他不能来了 我也知道 什么意思 都已经应该上飞机了 什么意思不能来 因为美国现在不是 这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他就怕到万一这边来 要是生病住院的话 可能各方面都比较困 所以他就最后决定 最后一秒钟决定不来了 就是反正就是 这也是要命 没 没事 我能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呀 疫情爆发以来 所有的比赛和训练日程 都取消了 本以为能恢复一次雪上训练 却又遭意外 没事 没事 这有这么多国家队的教练和运动员 我感觉 然后从各种各样的人都学一点 我觉得三个礼拜也能学一点什么 嗯 行就一定要以安全为主啊 好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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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十六岁的谷爱玲 第一次独自外出训练 在原本的计划中 为了全力备战2022年冬奥会 顾爱玲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 但疫情打破了一切的节奏 无法进行任何室外训练 郭爱玲在旧金山的家中被困了四个月 之后 一切都会装着 之后 对不做事 然后就发出了一切 然后当做了一切 就能做一切 因为我应该 因为我应该 没有 对 我 对 我 我 我 对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今年五条时间没有变化 所有人都不能滑雪 我上次滑雪就是二月份 所以已经有四五个月了 其实天气有点有变化 所以因为天气是这样的时候 跳台有点不安全 我现在更害怕就是有人给我录像 因为我感觉有这么多人来给我拍摄 有点压力想做到自己最好 不是想让他们白来 我感觉得滑精彩一些 这世界很酷